哈囉大家好 Welcome back This is Angel 今天要跟你們做應該是我生產前最後一支影片 就是我的代產包裡面都是什麼東西 我最近就也沒在做什麼 就在準備一些小孩的東西 還有代產的東西 然後我現在是39週 所以我其實現在做這個影片真的超晚 我可能就是隨時隨刻都要生 因為我是準備要順產嘛 所以就是從37週就開始準備 那我其實代產包其實到現在都沒有說到完整的準備好 然後因為也是第一次生產嘛 所以比起很多其他有經驗的人來講 我可能會準備的比較多餘一點 就是我可能會準備一些可能不會需要用到的東西 然後我可能也準備比較多一點 但是就是跟你們分享 那可能你們有生產過的可能看我的影片 因為想說我怎麼會帶這麼多東西 但是我是覺得說至少多準備 比少準備好 然後到時候真的有忘了什麼東西 也是可以請家人再帶過去 然後這些大部分都是也是從很多網路上就是 我會看很多youtube嘛 然後我其實看很多結合國外跟國內的一些代產包 的一些就是需要帶的東西 然後我會看什麼小公書啊 然後網路上也查了蠻多買下來的東西 我這邊呢是帶了一個中號的行李箱 我想說還是直接放行李箱比較方便 然後我不知道欸 我看好多國外的人都是拎就是一個包 然後就可以去醫院了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慢慢塞之後就東西太多 我原本是想要只帶一個小的行李箱 結果後來發現就是東西都太佔位子 都是很多都是蓬鬆的東西 然後都非常非常佔位子 所以我就帶了一個中的行李箱 反正這個到時候也是讓我老公carry過去醫院 所以我也無所謂 Anyways 那我 就從這邊開始講 看到嗎 可能要過來一點點 ok sorry 這邊超晚的 好 就從這邊開始講 第一個呢就是 產乳店 你看超厚 就是很佔位子 這個是產乳店 所有生產的人都必備的 說是很像 我原本有在想說要帶我們家狗的那個尿店 因為其實很像 但我後來想說算了 還是就買一個 這個的話 裡面 它就是一個很大片的 因為到時候留完 不是留完 到時候生產完之後 會留很多血嘛 就是 把那個排乾淨 所以他都會說 這個都要墊在下面 就是當你休息的時候 然後這個裡面是有十個 這是增大加厚型的 然後這個是 在淘寶上買的 子初的牌子 你看就很張位子 好 就是產乳店是必備的 然後呢 我有買一次性的那個衛生內褲 這個也是必備的 然後我就也是指出的這個牌子 在這邊 兩盒 然後當然就是 我也有帶 超大片 衛生棉 這些都是那個 廠後護理需要 護理需要用的 就是廠後的時候 會留很多那個 惡血 惡血 是這樣講嗎? 我也不太知道 反正這是會留很多血 聽說 這個是業用的 40cm 然後這是花王 我帶了 兩個 然後 我也有帶一個 就是 沒那麼大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用到 但是我就是帶著一個 23cm 日用的 但是聽說都還是 最好用大片的 然後 我有帶一個 女性護理濕巾 這個也是指出的 我是想說可能 到時候要擦 就是 呃 私處或哪裡的時候 可以用到吧 我也不知道這個是真正 我要做什麼用的 可能就是 上廁所啊什麼 就是一個濕巾啦 多帶著一個濕巾 這個是指出的牌子 裡面有60抽 其實我應該要分 我自己用的 跟小孩的 但是我其實 就全部都砸在一塊 所以我就砸在一塊一起講 可是 你們可能會看得很convusing 可是就是我就 兩邊都一起講吧 就是母嬰用品 同時一起介紹 這個的話 是小孩子洗澡時候的 溫度計 呃 呀 菲利普的 一個小花花 而且是紅色的 這些瓦出來 我就帶了一袋 這個是貝青的 Baby wipes 然後我之前就是因為 我很想要買一個 是國外牌子的 Wipe 就是叫Water wipes 那他就是說因為 嬰兒剛出來的時候 盡量就是用 都是純水的 那我後來在國內 也找到了這個叫 背青的濕巾 然後是99%唇水 所以到時候 小孩剛生出來啊 就是所有可能 呃 清理 就是 呃 大便或尿尿什麼 沒有的沒的 就是用這個 我就帶了一個 應該就夠了 這裡沒有80抽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酒精 沒香料 然後是99%唇水 這個我背了蠻多在家裡的 這個是全眠十袋的唇水清潔濕精 然後他說是可以擦薄薄臉部口腔 或者是不入錢的時候 茶室我就帶了這個石片 因為也沒用過 然後有看到我就想說 也是買了一些被的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都沒用過 所以我想要就是都買一些 然後試試看哪一些是我喜歡 反正這種東西真的都是消耗品 一定會用到的 這是 Brime 波浪嗎 應該是吧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溫度劑 這個是可以直接這樣量額頭 反正我會先帶去醫院 那這個肯定 就是之後寶寶出生一定會用到 就是如果 要量寶寶溫度的話 我是覺得就 它這樣子還蠻方便 牙刷 然後這是淘寶買的 就是很便宜的啦 孕產婦軟膠護齒牙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差別在哪裡 but yeah 然後還有一個 也是孕產婦的 清新護齒牙膏 這是一個很Random的牌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應該不會介紹 因為還蠻Random 然後一個 我就也是買了一個 小牙縫的這種東西 就是可以清牙縫的 Infamil的 這是我姐姐從美國幫我帶回來的 這個是Infamil的Vitamin D 然後他們是說 其實Vitamin D 你從出生之後 就可以開始給它添加 就是在餵母乳的時候也可以 或者是你餵配方來的時候都可以 所以 我會帶這個過去 然後 這個的話 是我把它放起來 這個是 寶寶的護臀膏 我帶了兩瓶 其實我護臀膏也買了 大概四個不同牌子 然後 我就想說就試試看吧 因為 嗯 好 先給你們看我帶的 這個是Aqua for Baby的那個 護臀膏 看到嗎 本來就是這樣子 嗯 這個是我姐姐推薦的 還蠻便宜的 這個是Aqua for Healing Ointment for Baby 所以就可以用 for dry chapped irritated skin 另外一個的話 我帶的也是還蠻多人推薦的是 Birdsy的 也是護臀膏 然後呢 有選擇障礙症的我 不知道為什麼要帶兩瓶 護臀膏去醫院 但 因為我就不知道要帶哪一瓶 所以我兩個都帶去了 反正這小小的 沒關係 我就帶著吧 嗯 先講一下這一集就是 有一些東西是非常 女性私密護理的 所以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男性的觀眾們 但是就是 我還是會介紹 因為 反正這都是人之常情嘛 生小孩也是 避敬過程之一 所以呢 有一些東西就會比較 細膩一點 這個呢 是我自己的 這個 第一個是 乳頭護理霜 反正就是 舒緩你的 胃膜乳的時候 可能 胸部比較不舒服的時候 可以擦的 然後這個買的是 菲利普的 牌子 然後呢 另外一個是我看到 小紅書很推薦的 東西買的 叫Earth Mama的 Herbal Perennial Spray 到時候 順產的時候 可能下面會有一些 撕裂傷 或者是不舒適 然後就是 產後 讓你噴 然後就是好像 會有一些 修護 或者是 舒緩的效果 對 它是這個 然後它有附一些 綿黃棒我就一起帶著 然後我都放在 這個小袋子裡面 一些也是都放在 假臉袋 就是 綁頭髮的 還有 豎起頭髮的一些東西 小東西都在這裡 這裡 這裡 然後這邊 最後一個的話 是一個 收復袋 收復袋 這有什麼牌子的 好像 是 什麼 Occumani嗎 所以牌子也無所謂啦 其實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這個是有 三段式的 就是有 放在骨盆 有放在胃的 還有放在 收復的 就是這樣子 再帶一個去 再來 我有點懶得把這個行李 放過來給你們 所以我就直接拉過來 給你們看好了 就是帶了一些 什麼東西 這樣子 第一個呢 是 這邊的話大部分 都是衣物用品 我目前是帶了兩套 月子服 就是能夠 邊補乳 像這樣子 月子服 然後它這邊邊邊就是可以直接補乳的 那因為我生產的時間是有點偏 春夏 對嗎 現在是春夏 然後最近就是有點不冷 不 唉唷 怎麼模糊掉了 最近有一點 啊 Hello welcome back 對焦一下好嗎 我的天啊 這怎麼了 喔 好 回來了 就是最近的天氣是非常的不冷不熱 所以我帶了一件 這件算比較厚的唇棉 然後它就是一套的 都很舒服 這個 這件衣服 我有三個顏色 然後我其實從懷孕就一直穿 因為這件是我 老公的妹妹那時候懷孕的時候穿 就是懷孕 哺乳的時候穿的 然後後來 就給我 然後我那時候懷孕也穿很久 然後到時候我會帶去醫院 這是一件 然後另一件是在這邊 比較薄一點點 粉色的也是哺乳的 我現在是帶兩件啦 但是因為通常順產應該是在醫院三天 然後我可能會想要天天都換一件比較乾淨 反正到時候要再換的話 我可能就叫我老公再回來拿就好了 所以這邊有兩套月子服 然後呢 有 這個是什麼 喔 哺乳衣啦 我不太確定到時候 哺乳我的胸部會變成什麼size 所以呢 而且這個比較像是運動內衣的款 就是 它比較是舒適的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就帶了一個S跟一個M的各代件 書院服我就帶了一個 黑色的 全是黑的 黑色的T-shirt 然後 一套Juicy Couture的 運動外套 這是外套 反正到時候就是我覺得這樣子的程度就夠了 有外套 這是我外套 就是黑色的 跟一件褲子 都是一套的 然後這隻褲子 對 我的出院服我應該就穿這個 所以 就是 都是對你這樣位置的東西啊 真的 好 再來呢 我帶了 三個襪子 兩個厚的一個薄一點的 反正就帶到醫院 穿襪子 在淘寶上買的 代產拖鞋 然後我明明已經買到 我平常穿38號 然後它上面寫說尺寸會小一點 所以我買了40號 結果還是太小了 但是我都已經買了 我想說 沒差反正就是到時候穿 然後可以就直接在那邊就掉 因為我不太想要把 太多醫院的東西帶回來 yeah 所以有一個月子鞋 月子鞋 這個是 Frida Baby的 Mom Washer 那我當時其實是買一整套 Frida Frida Baby的 kit 他們還蠻有名的 我來看 它是這樣子的 Frida Baby的那個 kit 然後裡面有 就是 小孩的 剪指甲的啊 然後 吸鼻子的啊 什麼的每一個都在這裡面 然後有一個是給媽媽的 是生小孩的 Postpartum Ingold Perry Bottle 就是 你到時候會比較難 洗澡 就是洗下面 它是可以 讓你這樣噴 噴你的私密處 清理一下的 那我原本不知道這個 kit 沒有這麼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拿到這個 kit 我就在那邊看 然後我就發現有這個 所以我就帶去醫院 帶了一個 剪指甲的 那我不確定會不會用到 但他們有時候有一些小孩 一生出來就 需要把指甲剪點 然後我這個是 Combi的 然後這個是 電動式的 我想說 他們的指甲應該很小 用這個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用 所以我就 有買這個 目前應該會準備的是這些衣服 有沒有太多 因為 剛好出生的時候是 偏熱 但是我又怕在醫院會冷 所以我就不確定到底要準備哪一種 但是我後來有問Jack他姐姐 他是說 你就算他穿的衣服 還是都會有包巾 所以其實不一定都一定要全部帶長袖的 所以像我就有帶這種 比較短的 超可愛的 小小的 衣服 這種是比較短的 然後也有 像這樣子的 和尚服 這樣子 這些都是新生兒 而且這些都不是我自己買的 我都是拿 我老公姐姐跟妹妹生下來的 因為他們都 就很多 而且這些小孩的衣服真的長太快 我自己就是買 沒幾件吧 我其他都是挖他們的來穿 然後再來有一件 有一些是長袖的 像這樣子 所以我就不確定到底是要帶長袖還是短袖 但所以我就都帶了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的東西會到最後變得很多 然後我也有帶這種就是非常短的 也帶著 大概就這樣吧 這邊也是啊 這是很短的小衣服 然後這件是長 這件就比較大件一點 因為其實小孩生出來 你也不知道他真正大小 所以我就買帶了 最小的跟大一號的 就是 都是baby的啦 就是像這樣子的睡衣 然後我很喜歡像這一種可以 這樣直接衣服裡面可以這樣裹起來 就可以預防他們抓臉啊什麼的 這是他的衣服 還有一件 也是長的 好可愛 小孩衣服超可愛的 我發現我的顏色都是偏 我買很多米色 或白色的顏色 好 下一個呢 這邊是小孩的襪子 準備了有點多 一二三四 四雙 加一個 就是有點像類似這些 襪鞋 襪鞋的這種 超可愛的 好 這邊呢 我帶了兩個 他的帽子 就是小孩出來還是就帶你的帽子 比較好 所以呢 到時候 這個就是比較薄的 小小的 跟一個厚一點點的 兩個都戴著 然後呢 這個是他的包備 然後我是有聽說像這種swaddle啊 這個是我在國 也是在看youtube的時候 看國外的人 聽說很好用 買的 他就是可以直接把小孩放進去 然後他們好像很喜歡那種 被裹著的感覺 所以他就會很好睡 這個是 swaddle 再來就是一些包巾 那我帶了一些大號跟小號 像這個是超大號 就是 很大很大的包巾 就是很薄的 但是它很大一片 那這個到時候就是可以 整個包著它 或者是 很多用途 我看我買的時候 這個用途其實還蠻多的 就是你到時候 像出院的時候啊 也可以就是 這可以當 背巾 也可以當包巾 也可以當就是 被子啊之類的 對 所以我帶了一個大號的 我們家狗狗在外面叫 不好意思啊 如果聽到狗叫聲 因為外面有客人 像這個也是一些口水巾跟包巾 這個就是比較中號的 然後也帶了一個小號的 到時候就是用來 呃 那個叫什麼 呃 喝完奶不是要拍它嗎 可能會有吐奶 之類的 這種小的巾 我也帶了 欸 然後一個是洗澡 這個是洗澡的被子 那它的材料就是 像 浴巾的 這個是一個比較厚的包被 像是被子一樣 或者也可以裹著它 我帶了一套 反正 因為我不確定 醫院到底是冷是熱 所以我 呃 薄的跟厚的 我都各帶了一個 Yeah 它的護膚品 那其實也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說 呃 新生兒 不太需要擦護膚品 但是我就還是帶著 因為我 我問 她妹妹她有說 其實這個也能用 這個是她 呃 我老公妹妹買給我的 我覺得還蠻貴的 這是Bombpoint的 然後 我買的是 不是我買的 才買的 但是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聽說是個 法國的牌子 然後就是 有點像是 小孩奢侈的護膚品吧 都比我的還要貴了 像這幾個一個 都要六百多塊人民幣啊之類的 這個 喔 我外面拆掉了 這個好像是 乳霜 然後這個比較 厚一點點 那個 像這個的話是比較輕薄的乳霜 兩個都是乳霜 但是這個可以放在臉上 剛剛那個比較 不能放在臉上 所以我兩個都帶著 然後一個是洗澡的 所以這些是Bombpoint的 然後他們的味道就是很好聞 就是一個寶寶味 只有小孩的東西都好好聞喔 欸 我的 帶長包裡面的有這些 那有一些還沒 就是到時候要帶著 然後還沒放進來的東西 就是像我的 喔 小孩的那個 尿布 sorry 對 我買 我現在買的是 這個 Goon 的 新生兒 給newborn的嘛 新生兒用的 這一個裡面有六十個 所以我可能就叫我老公直接一整個 帶過去 因為我覺得這個要放在 我的袋子旁邊 真的太厚重了 所以我不是很想要 那樣子 所以 yeah 尿布 然後呢我會 準備 奶粉 因為我是想要餵母乳 但是我怕就是 很多情況都是一開始 沒母乳嘛 就是 會先給 奶粉 也是想要自己備著 比較放心 所以我自己有買 那我來拿給你們看 好 我要先用 我要先用那個 專門洗 嬰兒的這個 那個叫什麼 清潔劑 先洗之後 我有買那個消毒紅乾 然後 消毒紅乾完之後 我才會把它放進來 那目前 我的奶瓶買的一個是 背清的 一個是 Dr.Browns的 呃 我是有聽說 這個頭被我拿掉了 因為我正要清洗它 就是 背清的話我是有聽說 它的 奶醉這邊好像 比Dr.Browns的出的還小一點點 所以就是 新生兒好像比較能 吸 雨這個 那Dr.Browns我會買的話 是因為我聽說 它有那個防潮氣功能 然後很好用 所以我兩 我就是買兩個牌子 那我可能兩個 就是各帶一個吧 都是小號的 會帶過去 然後我買的都是 玻璃瓶 嗯 當然現在大概都是 SS 就是最小號的 那個奶醉 買的話是 奶粉 我目前是買的是 A2 Platinum 這個是 澳洲的 Yeah 我覺得也是 我覺得奶粉還蠻難買的 我那時候一直在想說 要買 A2還是 Aptimal 兩個都還蠻有名 然後我姐 在美國 有幫我帶的那個 Similac 就是雅培嗎 對雅培的 所以我姐幫我從美國帶了雅培 然後我就自己再配一個 A2 那這個是請代購 就是澳洲只有代購買的 A2 然後這個當然就是 From birth 我第一個 欸 Cony來 你好乖喔 我在旁邊看會害羞嗎 還好 Cony 跑過來了 你這樣為什麼一直叫 你這樣 Hello Hello 你為什麼濕濕的 他剛想炫膠尿嗎 沒有他 他洗澡 有嗎 你在做什麼 我在錄我的代購包裡面有什麼 喔 你不是要再錄這個嗎 哈囉 說哈囉 錄 錄 錄抖音 喔我要開始下載抖音了 這是很好玩的 我們90後都在玩抖音好嗎 90後你還敢講 好啦 我讓你喝去囉 掰掰 好 我有帶來的是 Polaroy 就是立刻拍 然後因為我其實原本沒有帶這個 然後是當時看了誰 義大利那個博主 Kiarra Ferragmi 他最近也是生小孩 他其實算蠻早生 因為我一直看著他跟我同時 差不多都在懷孕 他比我早一兩個禮拜 然後他在兩三個禮拜前已經生了 然後我有看到他就是用立刻拍拍下的那種 你知道就是剛出生 然後抱著嬰兒的那種立刻拍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很有feu 所以很會帶著他 然後我還有帶著另一個東西 因為在充電 是GoPro 因為我是有想說 就是讓我老公 就是帶著GoPro在 胸上嘛 然後他自己如果手機上要拍照的話 他就自己拍或錄影 但是至少 全程我覺得就是 他也能看著我 也不用說要一直要用手機錄下來 但是就是會有一個 從他視野上的影片 他也不會那麼累啦 所以我就是有想說 要帶一個GoPro到醫院去 到時候生產 紀錄 讓他 背著 有一個是背胸的嘛 就是在這邊 不知道頭或胸 可能都會帶著吧 看他怎麼樣比較方便 對然後到生產紀錄 我還沒有想說 會不會一定PO上完 但是 自己存留是一定要 所以我一定會錄 但是到時候 我再看看 就是再考慮一下 會不會就是PO到網路上這樣子 OK 再來的話就是 我有帶 就是一個吸奶器 現在那個吸奶器的東西 所以我也因為要消毒啊那些 所以沒有全部放在裡面 但是就是我有一個這個包 然後裡面都會是那個 吸奶的用品 這個是Madella的 走吧 再兩天就39週 我應該會在39週 發上去 如果還沒生的話 你們也可以建議 有什麼是 代產 非常需要的用品 我沒有準備到 再跟我講 那我可能也帶了很多多餘的東西 但是沒關係 我還是就帶著它 反正 我覺得準備的多 總比準備的少好 但是如果你們有什麼 還有更推薦我 就是 非常實用的用品 也可以跟我說 那到時候 生產之後 應該也一陣子 不會拍影片吧 因為至少要做個月子 Yeah 然後我也沒有存影片 所以 跟你們講一下 Anyways 我們下次見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做的有點倉促 但是我想說 來錄一下我的代產檔的東西 看有沒有人會想知道 Yeah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我是Angel 掰掰